有一个你叫他当医生 这有一天呢 有一个病人找你 对病人很气 医生呢 我这个儿子 我要快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 送到医院里面去 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那 那你是医生啊 很简单 那你儿子什么病呢 症状是什么 他发狂奔走 每天到下午 生死有殖的时候 三点到五点 五点到七点的时候 开始就登高 气一而走 衣服一扒 再冷的天气都穿衣服 跑了很高的地方去遛了 唱歌 然后 七点钟以后就好了 那我们惊发了一听 很简单 把你治好了 治好了以后呢 这个 这个爸爸当很高兴啊 又爬来着你 医生啊 有个问题你能解决 什么问题 那么多 这个爸爸治好病 还有问题 这个 这实在很难以及时 怎么讲 那好吧你说嘛 我能尽量做 尽量做 他现在以前是到五点到七点 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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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病嘛 发病 那现在治好了 不会了 可是他现在每天晚上出去约会 问题是 我的儿子是跟男人约会 不是跟女人约会 没有什么汤药 什么方法给他治好 怎么办 每一个家 不管你用什么语言 你的语言都不一样 但是名都是一样的 顺序的名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定这个 为什么要定这个名呢 定这个名的最终的目的 本来是希望 好 兄弟公父子指教 夫妻相聚如宾 对不对 家和万事兴才要立名嘛 但是名一立下去以后 大家呢 没有按照东南西北的位置去睡 就乱睡了 也就是说 你们呢 成了家 有行 但是你们失了位置 你们没有神 就是行和神 皇帝内心在讲行神 天文地理在讲行神 人事之间在讲行神 现在大家都有行 所以你到每个家里面去 都有 这是我爸爸 这是我妈妈 对不对 都这样介绍 这是我大哥 这里面都有行 但是缺乏神 就是乱睡了 好 那刚刚讲那个便秘 那个人的好了 好了以后呢 好 我们到他家去去看 结果发现到 这是东 南 西北 西在这边 北在这边 好 这是北方 发现他的父母呢 中心点 掉碗门怎么开 房屋的中心点 他父母已经住了正南 就他的儿子呢 长子住在西边 好 看哦 你的名字叫长子 这是外挂 你住在西边 西边是内挂 所以外挂呢 是雷 内挂呢 西边是折 就是对挂 正挂 这两个合成 闺媚卦 闺媚卦按照义经的解释就是 二男二女并行 男跟男的走在一起 女的跟女的走在一起 结果一看 女儿子睡在女儿的位置 所以同性恋了 把儿子调回东宫 所以我们以前有东宫太子 对回来 当你位置改变以后 他的想法就改变了 想法自然男人就改变了 哦 我以前很爱男人 看男人都在 现在住在东宫 七个月 一个季 三个月以后 不再喜欢男人了 男孩子就会去喜欢女孩子 这个是天地定位的神的所在 我也 истор diINE 意思吗 大得 他的